记者蔡章胜新竹报道,为吸引新鲜人加入国军行列,国军日前出动超萌的充气人偶到各大学宣传,跳石下流行的妖怪操,没想到却有色中是趁教武之匾,趁机席兄聊音,还用那化定美女士官臀部,新竹地院依违反性骚扰防治法罪判处拘役50天,一颗罚金为5万元。 陆军事官小林、华明,指控,去年8月间某日外间西点,中市阿辉、华明,在新竹某营区的交易厅内,趁教导他跳招募国军新进人员的主题舞蹈之际,站在他后方急着调整舞蹈动作机会,伸手强行席兄两次,又将右手伸进他右边裤带中触碰下体,并及时以下体顶他的臀部。 小林深感受辱,愤而夺门冲出交易厅,一路狂奔想跑回自己部队。 阿辉见状开车尾随,口中不停致歉,并说自己真的很需要这份工作。 如果小林声张或提告,他的前途肯定就完了,一定会遭上其太除,恳求放他一马。 小林仍决意提告,阿辉坦诚泛行。 法官认为阿辉欠缺尊重他人身体自主权的观念,造成被害人心理伤害。 最后判处居一五十天,一颗罚金为五万元。